嘿你别说 现在这国产小车做的越来越棒了 嘿好嘛 试驾车系列 今天咱们来感受感受凯越的525X 它的前身凯越500X当时是真没少骑 其实从外观来看大差不差 坐高820本人身高183.9 实话实说对ADV车情来说真的非常友好了 而且它的骑行三角特别的舒适 包括站立的骑子也很得劲 发力点设计的很棒 后排的空间给大家测试了一下 毕竟骑这个车大家都想拉个小姐姐 前后排的空间不算大 中规中矩 但我觉得脚踏应该再往前移一点 要是长途骑行的话 小姐姐这腿窝的就会有点麻了 一表也盛结了可投屏的TFT液晶一表 但这个不是重点 我是觉得它加了很多的功能还不赖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胎压监测 我希望每辆车都能原厂配备 两种驾驶模式可选 并且ABS可以选择性关前关后 如果喜欢玩一些烂路的话可能会用到 配置就不够多介绍了 还是浮条轮毂 搭配了一个全地形的贝奈利蝎子胎 22段可调的KYBB震 就是这刹车就救不了了 好啊 试驾感受 其实这款小车的重心调教特别的好 虽然是ADV车型 但它没有很笨重 而且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又宽又高的车吧 尤其是长途骑行的时候啊 两只胳膊真的太放松了 转向半径像这种车 其实是没必要展示了啊 都会很大 方便你低速的掉头挪车 首先就是骑行三角啊 真的特别舒服 它的姿态特别适合去跑一趟长途 但是我们说回来 动力方面表现一般般 大家都在说这款新的525的前段动力比较猛 我个人觉得还是相对有一点点软 相比较525DS来说的话 确实前段没有那么的猛 而且专速达到4000到6000左右的时候 是有一个共振区间 而且共振的体感很大 有时候会震到你头皮发麻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低挡高转的来骑这辆车 操控性方面就又聊回香的事了 真的很香啊 一个ADV车型能够这么灵活 包括在过弯的时候啊 你同情或者反压的压弯方式 车身返回给你的体感啊特别轻松 它不给你交劲 您想怎么玩 它就怎么配合 说到这我差点给忘了 如果要长途模履的模友们 我建议装一个态齿 因为它这个原厂的车头啊偏轻 如果在高速中行驶的话 大家骑这种车肯定是要装三箱的对吧 车把的稳定度和安定技术就会下降 如果有态齿的加持就会好很多 最后啊咱们来总结一下 就这小车啊 它其实是一个全方面发展的小车 无论你是通勤 偶尔跑跑烂路 出具模履 它都能胜任 弱点呢就是各个方面都不拔尖 其实相比较这一个升级款啊 我更期待模播会之后的这个800X 不知道张老板有没有什么新的创意和想法 用在这辆车上 凯悦这个品牌的车 从我个人而言是推荐大家去尝试的 因为张老板对车的这个研究啊 是真没少下功夫 虽然这一期我对这辆车的弱点说的比较多啊 那是因为夸的人太多了 所以想让大家看一看它的弱点 大家能不能接受 行了不说那么多了 接着就这么着吧 感谢观看